最近花莲 万荣 乡 芝亚 甘部落发宣某地主以私有地的名义把道路进行封闭 造成周边居民不良于行 根据族人表示 这个道路在民国63年就已经有既定的事实 而这个路段是一户住家及15位地主通行或务农的唯一道路 但由于道路认定属于县府全责 面对在地族人的质疑 花莲县政府规划25号要限地会刊 来厘清相关的事实认定 花莲县万荣乡芝亚甘部落某地主以私有地名义 用大石头进行封闭 更因此申请既定道路认定会刊 族人质疑公所在会刊时 没有向县府提供过去历史资料 导致认定结果有误 这个道路确实有存在 那你们在会刊的时候 也没有向民众局来申请这个行道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就不晓得 相关所出席外刊的用意是什么 他的权责 认定权责还是我们 县政府 他是认为不符合这一条 因为这一条他认定的时候 他就是后面的一个住户 还有几个那个农地的使用者 去通行的 并不符合这个要件的 非特地人士通行的这个要件 所以县政府是以这个理由 来认定付属于基层道路 当地居民强调 该路段民国63年就已经使用 而且没有阻挡事实 里面还有一个住户 以及持有农地地主 至少是为共同使用 我们在后面有住家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有农 还有农人精心出疏 如果今天不赶快处理 我们以后的这个农作物 如何能够搬用 如何去耕作 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现在已经地主 已经采取这个封路的状况 是不是能够工部门 立刻以采取行政作为 但目前通行只能借用 临边族人的后院 作为简便用到通行 相当不便 因此族人认为 公所应该要积极处理 而非单方面回应 是县府的认定权责 记者林杰万荣相采访报道